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航班信息显示屏上 找到相关航班的信息 真倒霉 去马德里的航班要晚点起飞了 上飞机之前 旅客首先要把行李交付给直击柜台 随后一条传送带会把行李输送到搬运车里 最后搬运车再将行李运送到飞机上 登机口在B5 这里就是后机区 安检人员正在检查是否有人携带危险物品上飞机 这块屏幕太神奇了 我们可以透过行李袋看见它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此时 在跑道上 地勤人员正在为飞机配送乘客的食物和饮料 油罐车正向邮箱里输送航空煤油 航空煤油是飞机的专用燃料 飞机的底舱堆放着拖运行李 乘坐AF-051航班的旅客现在开始登机 乘客们可以通过登机廊桥直接走进飞机 空中乘务员们正在机舱口风发报纸 欢迎乘坐本次航班 机长和副驾驶走进飞机驾驶舱 他们正在检查飞机上的各种仪表 他们会根据气象报告选择飞行航线 一切准备就绪 允许起飞 塔台里的工作人员正在指导飞机起飞 乘客们已经系好了安全带 在跑道上滑行的飞机速度比赛车还要快 飞机终于离开地面啦 飞机这时候已经上升到云层上方 透过闲窗我们可以看到像棉花一样的云朵 而在机舱内有些乘客在读书 有些在看电影 还有一些人已经睡着了 这时空乘人员开始给大家分发飞机餐 我不需要谢谢 一位有些晕机的先生说道 航空管制中心内的空管员 通过大屏幕监控飞机的航线 为了避开暴风雨 也为了防止距离另一架飞机太近 空管员可以要求飞行员改变航线 旅途即将结束 为了让飞机减速 飞行员会放下机翼上的精翼 然后放下轮子 飞机成功着陆 机长通过机上广播向乘客们道别 现在我们需要去到达区取回行李 如果你在国外机场还应当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 工作人员将迅速地打扫机舱 并检查飞机的各项性能 一个小时以后 这架飞机将载着新一批飞行员 空中乘务员和乘客们飞往下一个目的地 祝他们一路顺风 讲完啦